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 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马上欢迎一见三位来宾 首先资深媒体人英来金小姐 何荣好 观众朋友您好 另外台大政治系教授佐诚东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全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纪文 金文兄 何荣好 大家好 好 今天首先在节目一开始 我们带您来关注的是 剩下不到20天就要投票的美国总统大选 现在剩下不到20天 而根据最新的民调是晨间咨询 也就是Morning Consult 他们的最新民调 显示在全国性的民调当中 目前贺锦丽是以50%领先川普的46% 而在七大关键摇摆州部分 在中间这个图我们来看 川普目前在三个州取得领先 分别是Georgia 那么现在是以49领先贺锦丽的48 北卡同样是以49对上48 那在威斯康星州是以48领先贺锦丽的47 其实拉得都非常紧 都在三个百分点误差范围内 美联社就统计到今天为止 因为全美国有提早投票 也就是early vote 那么提早投票的人数 已经达到了784万人 而根据国会山报跟爱莫生学月导 他们的州调查所显示 贺锦丽跟川普在具有关键决定的 主要摇摆州现在民调 几乎就是五五波 是几乎持平的 当然我最近看到这两天 一个国际赌盘 目前川普反而是反超贺锦丽 我先问一下乃兴姐 你比较看好谁 你问这个问题 我就要来引用李显龙的回答 李显龙就在前两天 他在一场论坛 就被问到这个问题 你看好谁 李显龙说 教宗在九月的时候访问新加坡 也被媒体问到这个问题 教宗说我不知道 李显龙说 就听知道 连教宗都不知道 那我当然不知道 所以这实在是 非常的引起大家的悬念 而且各方 都在屏袭以待 因为毕竟 美国总统大选 谁当选 对于全球局势的影响 至关紧要 那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它还是呈现于 一个胶着的态势 非常非常的紧绷 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 是问题是出在 贺锦丽的身上 贺锦丽呢 她并没有把握住 她在辩论的时候 一个多月前的时候 辩论领先 就是打赢了川普的 那个气势 然后顺势的呢 把整个的事造起来 把差距拉开 她反而是在呢 最后的这一段时间 因为她 我们知道 她在选举前期的时候 她都回避媒体专访嘛 因为她可能没有 什么准备好 但是呢 总是不能够 这样子一直的拖延下去 而且媒体之间的反弹呢 也非常的大 所以她的幕僚呢 就帮她制定了一套策略 让她密集地接受 媒体的访问 Podcast的访问 希望能够带动这个话题 结果没想到呢 这一招呢 反而让贺锦丽露线了 因为呢 她在安排 她们在幕僚 在安排的专访的媒体 其实都是 比较倾向于是 对贺锦丽比较友好的 可是呢 她常常会出现在 这种关键问题上的时候 答不上来 然后呢 政策呢 非常的空洞 比如说 她在接受 这个ABC访问的时候 我觉得主持人问的 这个问题也很公平的 就是问她说 那你上任之后 你会有一些什么样 不同的做法 跟这个拜登 我想不出来会有什么不同 不是傻眼了 然后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 就在这个福斯 福斯在是他这一系列 访问里面最硬的一场 福斯那位男主持人很尖锐 对 就是非常最硬的一场 那他就说 你说你 你说你没有想不出来 你跟拜登会有什么不同 可是你打出来的 竞选的口号 不是要变得更好吗 那你没有什么不同 你要怎么样变得更好 所以贺锦丽就有点 就是她虽然力持镇定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面 她就还是用了一个 比较擦边球 比较空洞式的 我会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但是你怎么样不一样 所以虽然说 我们认为就是 不只是美国总统大选 所有的这个选举呢 其实真正大家关心牛肉在哪里的这个部分呢 恐怕没有我们实质上想象的这么的多 但是问题就会出在这个地方 当你被暴露出来说 你是一个没有做好充足准备的一个总统的候选人的时候 在美国特别现在呢 又是处在这么动荡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 人民众对你的信心是会流失的 等一下特别要尤其谈到就是 美国选民最关注的还是围绕在经济议题 不过南京姐你怎么看 就是拉得这么紧 会不会出现之前的 就是万一有一方落败 我们不是说是川普 贺锦丽也有可能会不会 就是这个票数开出来以后 非常接近 然后其中一方要求重新验票 这肯定会的 就是只要票数非常的接近 然后每一周呢 然后重新用验票的场景呢 必然会重现 然后刚才何荣提到说 大家关心的还是经济的议题 的确是如此 美国有一个痛苦指数 那痛苦指数就是失业率呢 加上通膨 它有一个魔幻的一个数字 就是说如果说痛苦指数高过于 7.3%的话 对现任者不利 美国9月份的痛苦指数就是 失业率4.1加上通膨率2.4 其实它只有6.5 感觉起来好像是应该对于现任者比较有利 但是呢在被问到 民调在被问到说 谁比较有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 反而是川普 所以这点就是对贺锦丽不利了 所以现在看到这个川普不断在强打的 就是说呢 解决经济问题 他比贺锦丽要在行 川普呢 在芝加哥的经济俱乐部 在这个地方接受彭博的专访时 他也再度呼吁 他说如果他执政的话 将会对进口美国的商品 要征收10%到20%的关税 而对进口到美国的这些大陆商品呢 至少要征收60%的关税 川普他的说法是这样 他说对我而言 字典里面最美妙的字就是 就是关税这个字 他强调了外界是误解了关税 不过立刻就被打脸 美国财长叶伦在隔天立刻提出了反驳 他强调用关税的高强来保护经济的做法 是一种严重误导 将会推升物价时的美国公司的竞争力下降 当然根据CNN的最新分析呢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经济是今年2024大选的核心议题 而从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来看 加征关税就会是对美国人民加税 所以左老师 现在看到川普是觉得 就是这张王牌加征关税 这个真的有打中选民的心 真的能够解决美国经济问题吗 首先我们把川普跟贺锦丽做一个比较 这一次贺锦丽以及整个民主党 比较像是传统的共和党 他比较对商人友善 比如像叶伦所讲的话 他说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 跟投资对美国是有利的 这个其实已经好久没有听到 这样子的一种论调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看贺锦丽提出来这个叫机会经济 他有讲什么呢 他说比如像对于黑人的男性 飞翼的男性 他可以有两万块的可以免除的借贷 然后可以要推动所谓的虚拟货币 因为飞翼的男性有20%有虚拟货币 有虚拟的货币 然后再来就是小企业要给他们五万块的贷款 那过去是五千块 现在提高十倍 然后生小孩第一胎给六千块 然后这个房子的首付也给两万五 所以你看他等于就是不断的大撒币 这个是非常传统的这种共和党的一个概念 选钱大撒币 选钱大撒币 然后再来一个是什么东西呢 再来一个就是这一次贺锦丽也展现了比川普 更雄厚的财务实力 募款能力 比如像说在地方上跑的人 他们的这个薪水也好 他们的人力也好 比方以宾州来说 贺锦丽在针对宾州的这个拉丁美洲选民有30人 那川普只有一个人 然后他在这边的这个拉丁美洲的这个广告 投放了多少钱 两百万美元 川普呢17万 所以你看这个财力人力都差很多 那为什么川普现在看起来民调还略占优势呢 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关税 因为关税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 就是一种两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对于敌人施加惩罚 所以表现你非常非常强硬 捍卫美国 没有错 第二个呢 就是它可以马上转化成为对某些产业的保护 比如像常常会需要关税的钢啊铝啊 这些因为它是产品的抑制化程度很低 所以你只要一加关税 美国的产业马上就会活回来 这样传统汽车工业也是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关税会这么容易税 比方像我刚才讲到贺锦丽讲的那个机会经济 给不同的群体 不同的这个资助 可是呢 它没有一个容易沟通的概念 所以一般人感觉不到 就是见树不见灵 但是关税就不一样啊 很容易去传播 很容易去理解 所以这是为什么川普的这个关税概念 会这么有用 甚至他就叫自己叫关税人 那贺锦丽为什么不也拿关税 如法炮制呢 我觉得他有一个心魔 就是他其实想要学习川普 想要学习共和党 所以他对这个所谓中小系 有提出减税嘛 这个其实是过去共和党小政府的概念 但是呢 他怕自己讲不过川普啊 而且大家 他如果讲了这个概念 强度没有办法跟川普一样 没有错 没有错 因为这个就是川普讲的 就是说贺锦丽显得不够强硬 其实贺锦丽显得软弱 那他如果去讲这个概念 会更加凸显 就是说不要你的关税要多少 是 那如果你低于川普就不够看 你高于川普 你伤害到自己的支持者 其实最近贺锦丽也好 是川普也好呢 频频地接受媒体的访问 也看到他们两个人不约而同 都打了台湾牌 怎么说 贺锦丽说呢 美国相信一中政策 也相信台湾有权自我防卫 而在先前呢 贺锦丽曾经在受访时 他说美国必须要确保维持一中政策 包括支持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 但是被问到说 美国是不是会出兵保卫台湾 他则是回答说 他不讨论这些假设性的问题 对照川普 川普讲什么了 他也打台湾牌 他说就距离上来看 台湾距离美国有14000公里 然后呢距离中国大陆呢 是有161公里 所以希望台湾的领袖们 未来四年 你们应该先做的 就是大幅增加国防投资 而且主张这个防卫支出呢 应该要达到台湾这边 GDP的10% 也强调说 如果他选上的话 那北京就不会打台湾 最近呢 更是针对才结束的大陆军演 川普说如果是他的话 以后就不会再有军演了 但选前的话 真的是听听就好 不过要请教的是 纪文师说 现在看到川河两人 他们的谈话 其实你会发现 他们回到了一种 战略模糊的一个状态 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还有台湾方面又如何看待 就是自身安全跟美国政局 联动在一起的风险 其实对台这个议题 特别是美国要派军介入台海战争 这个战略模糊 向来是美国的主旋律 当然我们就说拜登讲了好几次 就说我可能出兵 这我必须说 这是拜登个人的风格 很多问题他常常有所失言 而且大家要注意到 拜登讲这样的话以后 白宫方面他的幕僚 立刻会加以曾经否认 或做一番 大家搞不清楚的解释 但总体来讲 战略模糊绝对是美国 他对台海战争这个议题的主旋律 但是讲到说台海这个议题 我必须想 这整个大的目前环境 就是美国反中抗中 这个火是由川普政府 开始烧到现在 因此打到现在 我们看关税 贸易 科技 金融 各领域 全方位 进行激烈的竞争 但是我们发现 虽然在双方 在军事这个部分 也有一些对峙 或感觉有时候 这个火还烧得不小的 这个方面 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美国国防部都是 尽量避免 这个中国大陆 在军事上 有强烈冲突的升高 或者危机风险升高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来 中美之间交往不顺 但美国强烈要求 在军事这个部分 我们要建立沟通管道 我们要建立护栏 这是美国清楚说的 原始在这样的大架构之下 当然对于台海 这个战争这个议题 美国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原始战略模糊 我认为是未来新政府 不管是贺锦丽或者川普 他们上来一定维持了一个态度 至于说把这个台湾的安全 细于美国的政坛相关的联动 当然是对台湾非常不利 我们不用说假设未来的状况 我们看目前乌克兰的状况 就说明一切 大家都知道 泽连斯基把他的这个 未来乌克兰能否确保安全 细于西方 尤其是美国 也因此现在美国政府 可能在激烈竞选 未来可能这个政党更迭之后 弄得他这个七上八下 尤其是川普相关的这个言论 我们等一下可能会讨论一下 对他极其不利 因此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讲 目前这个处于一个非常被动 而尴尬的状态 我想乌克兰如此 那台海疫情更是如此 也因此把这个台湾的安全 细于美国政府这个政局变动的联动 对台湾来讲 当然当然是极为不知 因此两岸之间直接 或者各方面相关恢复 它的沟通的机制 确实有其必要 当然不能说美中台三边 如果这个两岸变成一个主旋律 当然是我认为很难 毕竟台湾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不对称的位置 但你维持一个 可以沟通的管道 对台湾的安全 全外汉位的发展来讲 绝对是有利而无弊的